主料,面片500克,白菜300克,土豆一个,猪肉片30克,辅量,油,盐,酱油,鸡精,葱花,13箱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把肉切成肉片,土豆洗净切成条,葱花三片切好备用,面片准备好,白菜洗净切好备用,调料准备好,酱油准备好, 然后爆裹把13箱和葱花蒜末爆香,然后放入肉片炒至变色,然后放入土豆条翻炒均匀,放入白菜,炒均匀,放入酱油炒均匀,然后添适量的汤大火煮沸,煮沸后加一勺盐,然后下入面片,把面片煮沸以后转小火煮熟即可,出锅前再放适量的盐鸡精即可,然后放点葱花点滑一下即可, 烹饭技巧,水一天更要煎得足,要不会干锅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